临近春节,摩托车返乡大军日益增加 从春运开始时,每天500多辆 聚增到现在的每天近6000辆 新科报道 广东近来都是雾雨天气,能天度很低 路况较差,今天刚刚停雨 骑摩托车返乡的旅客就纷纷赶着回家 据省国安京交管局介绍 从十多年前,大量临近省份的来月务工人员 就开始选择驾乘摩托车长途跋涉回家过年 他们来自广西,湖南,贵州,四川等地 驾摩托车一般选择321,325国道,263省道等路线 从赵庆和云府等地回家 广西吴州,应该都是风雨没走的了 因为归家深切 为了保障摩托车返乡大军的安全 省国安京交管局在各摩托车大军返乡沿途 推出便民服务 向途经该地的驾摩托车返乡民工 送上雨衣,遮阳返等物品 直行交警介绍 摩托车各项机械参数 并不是为了长途驾驶设计的 摩托车缺乏外部安全防护装置 冬季长途驾驶容易造成摩托车驾驶员疲劳 手脚僵硬,影响驾驶操作 从而引发交通事故 交警部门专门在G321线的 社会马房收费站 顶湖一坑,高邀小厢等地方 设立了十多个长途摩托车休息点 休息点的临时休息室内 设有电暖炉,热茶和江州糖水 公安交管部门不鼓励这种返乡方式 全省两万多交警,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上了路面 全天后进行管理和服务 在沿途加强巡逻管控 广东台记者丁许报道